HELLO 大家好 我是紅火丘 今天繼續來弄這台追風吧 那這次要弄什麼呢 主要是尾燈 大燈 以及儀錶的部分 處於一些比較電子零件的部分啦 那我們首先來用個尾燈吧 那這個尾燈怎麼了呢 這個尾燈它不會亮 但是我去試車的時候它偶爾 偶爾 非常偶爾會這樣亮一下 亮一下 亮一下的 那我想說 那這個尾燈應該是沒有壞 只是單純的接觸不亮 所以說我就把尾燈拆起來看啦 直接把它接線的話呢 是完全沒有做動的 就是完全不會亮啦 那再來我就把整個燈殼打開 打開之後去一個一個做測試 發現每顆燈都是正常的 只有剎車燈是燒掉的 那我就想說 那既然每顆燈都正常的 那再去量一下我們的電線有沒有通 結果發現接地線是斷路的 那另外正電是通路的 所以說呢 就是我們的接地線掛掉啦 那我就把接地線用砂紙還有錯刀 抹一抹抹一抹抹一抹 再把它夾回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接地線的那個地方啊 已經生鏽太嚴重了 所以說它的接地線的那個裝置 那個卡榫已經斷掉了 那沒辦法啦 我只好去做一個卡榫出來 所以說我又去工廠借了一個工具 壓接錢 還有一些壓接端子 又重新做了它的接地卡榫出來 那裝上去之後 尾燈就變成正常可以使用的了 但是這個尾燈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燈殼已經破掉了 至於這個東西嘛 以後再說啦 天啊 逆でも再說 無法再說 那裡再來有些飛車 大概在那裡 然後再說 那這就是3小火 那些水子是哪呢 還要再說 那些水子是一旁的、你 那天啊 用什麼話 那這就是3小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地方是屬於物理上的問題 並不是屬於電穴上面的問題 就是它的螺絲打不開了 居然是這麼無聊的問題 但是這台車很多地方螺絲都打不開 打得我真的是心很憔悴 總之拿著我們的小蜜蜂 還有一些敲擊起司 一些比較特殊一點的打開螺絲的工具 把它全部打開之後 就可以把我們的大燈拿下來 那大燈那個時候是完全不會亮 不管怎麼開都不會亮 那我就把大燈一樣拿下來做測試 發現大燈也是燒掉了一個 大燈的進光燈燒掉了 那遠光燈還是好的 那我就用電子清潔劑噴一噴噴一噴之後呢 大燈就會不正常啦 那開關的部分其實也是接觸不良的 所以我也把開關部分 用電子清潔劑噴了很多次之後呢 開關部分也變成正常了 那大燈就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處理好了啦 那當然大燈殼生鏽的很嚴重 我也去稍微處理了一下 把它用砂紙和電鍍膏抹一抹 結果發現用電鍍膏好像沒什麼用 因為它太嚴重了 所以就用砂紙600號的水砂紙 用力磨了磨 然後就把它上透明期了 希望這個大燈是還買得到料啦 因為這個大燈好像已經停產了 好可惜啊 在這兒裏是 llama成縫有外賣的水砂紙 就會破了蛋 當然要不要繳靠 好疼 這是不是太香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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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